没有解密我们不能说 按正规的规矩 不断30年没有解密我们不能说 现在30年了我们可以说 那么面对这种状况 我们要对得起 在内死作战当中 受伤的牺牲的战友 所以我们得把实实的真相说一说 按他们那些场面上的说法 实际上是对这些牺牲的 附上的战友的一种极大的污蔑 因此我们大家就凑到一块 这是当时作战的一等功臣 还有一个刘海洋也更是那场 直接的作战的一等功臣 战斗英雄 说这么个事呢 就是67军 到老三参战 到现在算31年了 67军参战呢 仗打的应该说 还是很好的 因为中央军委的嘉奖令里头 对这个做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因为所有的部队都是同样都是这个情况 就是从来没打仗 几十年没打仗了 第一次上战场 总是会出一点小问题 这个伤亡大一点了 或者是哪个地方出了什么小问题 没打好了 等等也这么个情况 67军也是有这么一个 刚上战场的时候 大概在上战场大概 就是从阶梯指挥吧 大概只有半个月 不到一个月的这一段时间里头 有一个小仗 没打 没打得太好 那么当时呢 就不明真相的 到底这个仗怎么没打好 这个仗是什么程度呢 就传出来各种各样的说法 当时在战场上也顾不上去 去解释这些事情 你把后边的仗打好 自然也就解释了 但是部队撤下来以后 有的人呢 就个别的少数人 就抓住这个事情呢 就大做文章 这里头也包括一个 像你这样类型的记者 我这职业的 济南军区的一个记者 他在这里头呢 就搜集了一些片面的东西 然后就写材料 就出书 后来这个六十七军的广大官兵 干部战事呢 对这个反向很大 对他意见很大 但是呢 他坚持自己的这个做法 他不改 后来济南军区就让他转业了 但是这个事情呢 我估计呢 他也还没有放下 因为他为此 他被转业了嘛 但是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听说这是一个 除此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 就自己没上过战场 就喜欢这个的 喜欢这个搅和事的 因为这个网络上 确实网络的这个 信息都是这样 对 我发现就是越吵越热 对 越抹越黑 对 就是这个 最好呢就是说 不管他不理他 就像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 我发现了